腾讯体育10月20日训2018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战火正胜,巴强赛首日第二场比赛。 尽管UVI输出爆表,但Pox天秀操作与G2的BP让RNG陷入被动,最终2比3不敌G2只不巴强,RNG心态膨胀惨遭逃派,S88强战,IGL扎5只显身KTJKL,就熟知炸风神。 画重点UVI胜强游侠Kerry全场RNG并不血刃,先下一场第一局比赛中,前期双方坚持不下,RNG下路对性优势率先推掉两路一塔,但G2持续B站,让瑞兹和建模各自单线偷发育。 RNG暂着20分钟的野欧一国优势团战打开了局面,随即进入RNG的运营节奏,RNG慢慢捆起雪球后, 文件推进原罚树塔,G2中路高地爆发最终团战,RNG输出免牙无四击杀刺人后,大龙BOX加深屏推结束了比赛,POX天秀UVI半低级失误练汉草丛从RNG遭命软双方产评第二局比赛中,前期双方人投互换局面较加持,中期RNG常抓Ita力导致节奏断道,G2选择一三一分,但效果不佳, 大龙出RNG抓丹女道遭遇反袖,丢掉大龙后无裂回天,最终G2在下路高地数击溃RNG反击后,打出零坏四一波结束了比赛,凯瑟芒生节奏飞起,让第四回平等条约RNG拿到赛点在第三支比赛中,前期G2利用波龙依集团的优势,入侵野欧,蛇女,拿下卡莎一选,但UVI卡莎凭着个人实力, 对现机杀布龙,中期小炮频频出现失误,被RNG拱起雪球,RNG在独此抓丹,牵扯后果断拿下大龙,再带着大龙Buff一波拿下比赛,RNG压暴露西安战术在势力,G2灵性换线追平比分前期,G2灵性中上换线, 严缺Gang中路时被剑膜反杀,G2滚起雪球,中期,G2再次三人联动推掉RNG下路以雪塔,RNG也出现了失误,被G2继续扩大优势。 后期,G2上路打出一波团面,拿下大龙,一波结束比赛,MDLX击决胜局上场男就主Pox超身腰机住G2爆闹出现前期, 奥拉夫二级就Gang下路,成功击杀西维尔,随后在Gang中路,成功击杀瑞兹,G2滚起雪球,中期,RNG心态出现问题, 平停出现不该有的失误,腰机也是雪马人头,伤害已经爆表,后期,G2利用大龙牵扯,拿下大龙后,中路抓住RNG的失误,一波拿下比赛。